大家好,我是可乐 今天的生存挑战是 怪物都被缩小一倍到十倍 生存目标就是找到钻石或者绿宝石 快来看一下这个小猪猪 上级还是巨大的小猪 今天就严重缩矢20倍 变得这么迷你的吗 这么可爱的小猪 大拳应该很疼吧 嘿 哎,别跑呀 没想到变小了之后 竟然这么难打 准头都瞄不准了 这就是我吃鸡杀不到真人的原因吗 嗯 啊 杀的猪好累啊 小 而且灵活 还能杀 可以 嘿嘿 终于杀老了 穿过这边小树林 就到了这里到平原 上面有很多的小动物 都是个子小小的 直接被小头挡住了 不远处还有个小村庄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问就是我又忘记看录制了 所以这个村庄 其实已经被我洗劫过了 还在铁锵铺找到了黑药石 哇哦 天开始暗下来了 收拾收拾可以准备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顺便看见了好多小怪物 瞧 这里有一只小蜘蛛 这才是蜘蛛该有的样子嘛 原本的那个树袋的体型像是梦化 但是 变小的蜘蛛好像更难杀了 可以 终于死掉了 好嘞 看 很无情啊 死我家了 没事 我们还是去完成一下今天的任务吧 光旷找下钻石啊 绿宝石啊之类的 哦 挖到了一个洞 运气还不错 快去里面看看 感觉这个洞有点大呀 哇哦 有只小僵尸 没事 杀了 哇哦 有只超小的苦力怕 没事 炸了 哇哦 有一只比我还矮的木影人 呃 我没了 再次来到这个矿洞 哼 就凭你这么个小不点 还想来暗杀我 有我小拇指大吗 啊 嘿 哼 变小了 反而战斗力提升了呀 杀了十几刀还没有死 终于凉了 快点吃个肉肉补充一下体力 然后上去找钻石 然后 我就看到绿宝石 哈哈 快乐 今天这么快就找到了 一定是可乐 离托飞入欧的日子不远了 哼哼哼哼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